北京向来对网络公司严密监管 现在两大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又遭殃了吗 英国金融时报披露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1月4号取得阿里巴巴旗下 一间位在广州的数位媒体公司 百分之一的股权 著名影音平台优酷和移动浏览器UCWeb 都是该公司旗下业务 而同日任命的新董事 好巧不巧也和网线办某位官员同名 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政府也证言拟用相同做法 入股腾讯子公司 别小看这百分之一股份 因为它可是金股 又称特殊管理股 持有股东可享有较多投票权 像是一票否决的权利 甚至借此获得董事会席次 左右关键决策 消息传出后港股阿里巴巴和腾讯 十三号上午分别约一度下跌 百分之一点六和百分之二 但中午随即回升 有分析指出北京入股两大巨头 其实是偏向利多消息 因为两家公司近年在官方整顿下 实在被打得太惨 政府入股或许有助拓展业务 降低被进一步打击的风险 这期新闻先知见 林立伟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